侯友宜公布關公競選影片 還強調做人要重承諾 外界揣測根本是在諷刺 翻臉不認帳的郭台銘 而客聞者怒轟 蔡英文執政連彈都缺 簡直就是國家詐騙隊 賭信關公的侯友宜 這回發布關公影片 強調關公重然諾 網友諷刺得於變相 打臉郭台銘的翻臉不認帳 關公一直陷我站在 我做人要像關公一樣 我們要公議庭 重承諾 傳出郭台銘找上柯媽談合作 柯媽一聽到放話的人是周玉寇 當場炸裂狂轟 那個那個 周玉寇是XX嗎 台灣人都討厭你 因為黑的黑不說 黑的黑不說 柯文哲南北走透透 炮火對準民進當猛轟 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 甚至連蛋都缺 這樣的台灣是你們要的嗎 她說要成立國家打炸隊 我看現在的中央政府 才是真正最大的國家詐騙隊 柯文哲左轟蔡政府 把台灣百姓帶入深淵 有洪賴清德鬼話連篇 我應任內台灣的房價 平均上漲了27% 房租連續14年上漲 結果賴清德說房價再降 這種領導人是你們要的嗎 面對民進黨執政帶來的苦難 侯友宜提了新要改變 跟小雞們拍宣傳照 又是伏地挺身又是深蹲 各種哭掃姿勢來者不拒 不會困境 侯友以母雞帶小雞起步咒 要逆風向前行 全力拼勝利 記者謝宏如李玄 SNG小組 台北報導